大家晚安 歡迎收看第1819 最正晚報 我是高玉琳 新聞一開始 我們要持續的來關注的 就是這一群人 在鑽石公主號上面的遊客們 現在又有最新的消息 就是又傳出有39個人 確診了武漢肺炎 這個累積的感染人數 已經達到了174例 甚至據傳 還有檢疫官 因為沒有穿戴防護衣跟護目鏡 而染病 所以現在船上 不管是船員還是乘客 大家真的是人人自為 但是為什麼 日本政府 他們卻是迟迟不肯提早 對全船檢疫呢 據了解 可能也是因為日本 他們當地一天的檢疫能量 只有1500例 那再加上 這必須要耗費 人事成本非常多 所以才讓日本政府 迟迟不敢點頭 要往後言 原本是7月1號到3號 現在要改成7月3號到5號 從週間變成了週末 那原因就是因為 如果是在週間的話 可能其他的學校 必須要借出教室當考場 那之後得花三天補課 但如果是週末的話 對大家的干擾也比較少 比如說放寬陸配子女來台灣 因為可能有一些是在過年的時候 跟隨著爸爸或者是媽媽去中國探親 不過這消息一出陸委會好像變成了重使之底 大家都反對 不過一開始這陸委會似乎就是把開放說得太快 本來想說靠著修正條件 應該可以慢慢的大家可以接受過關 因為本來說基於人道考量 希望讓他們可以入境 不過要在家檢疫 但問題是呢 看起來啊 這輿論化然 很多人反對 也驚動了服務院高層 連蔡總統都要出面幫忙滅活 居家檢疫隔離的真的要遵守規定 我們等你來看到的是保平信號 上面一千多位旅客 他們經過檢驗之後是呈現陰性反應 全數的旅客是可以下船回家 但問題是還是需要經過14天的居家隔離 但是其中有一名旅客 他在下船還不到一天就跑去游泳池游泳 害得業者趕快封管 那當然大家想問 到底這個病毒什麼時候 可以跟他說再見呢 中國的抗薩專家鍾南山 他以目前的疫情來看 他預估到2月下旬的疫情 可能會是最高峰 那麼在4月份有望可以結束 不過對於這樣子的一個說法 國內的觀眾病毒之父賴明昭就說 目前他感覺上 中國的這資訊並不是非常的透明 再加上這個病毒的傳染力 真的非常難捉摸 他腳一咳嗽 病毒就容易從我的呼吸道 或者是口中進到體內 最快2秒就會被感染 您呢 但問題是啊 先前北市府就統計有12個人是失聯的 那麼截至到今天早上為止 總算找到了7個 不過有一個人已經出境 那麼剩下的6個人是並沒有離開居住處 只不過因為這個資料不起 導致一度失聯 但是還有另外5名本來應該要居家嫌疑的民眾 到現在都還沒有辦法聯繫上 在外面爬爬走 這是一名20歲的騎士 他為了要趕上班 所以一路在馬路上面鑽車縫 不過他並沒有注意到 有一輛轎車就停在左轉車道上面等紅燈 他就從後方這麼直接的撞了上去 因為力道太大 傷重不治 是同獎 今天呢 網友精選獎先帶大家來關心的是武漢的疫情 當然很多人很緊張 不過日本有一個網友 他自己發文 他說他在麥當勞打工11年 從來都沒有生病過 他就猜想會不會是因為跟他勤洗手有關係呢 他說因為公司上班規定 這每30分鐘要洗一次手 為了大家的食品安全 所以啊 大家都想說有可能因此 他手上的細菌比較少 所以身體健康 就有人開玩笑說 那最近這工作應該是蠻搶手的吧 主要呢 就是要提醒大家 一定要勤洗手 畢竟外面的病菌 真的是非常的多 而營養呢 則是要來看到 現在中國境內很多城市都是宣布封城 嚴格實施小區的管理 很多人在家不敢出門 就有公車司機拍下這樣的照片 覺得有點心酸酸的 他說他第一次開車從起點到終點 60個停號站 裡面完全沒有人 他寫說 哇 一個人真的是開得好孤單啊 那當然大家看到這樣子的畫面 也覺得是有點難過啦 希望這個情況能夠趕快的好轉 畢竟誰都不想要生病不是嗎 而金獎呢 則是帶大家來看一看 這樣子的一個畫面 感覺上有一點搞笑 雖然說現在中國大家都在防病毒 但是呢 還是有很多大媽喜歡跳廣場舞 他們決定不論如何 還是得出去 所以啊 他們就在方艙醫院裡頭 大跳特跳 做體操打太急 但問題是呢 防護當然也不能少 有的人戴了口罩 有的人穿上防護衣 大家都說好吧 這樣運動運動 可能對身體健康也是比較好的 但最近啊 有網友捕捉到 在中國湖北 似乎出現了一些奇怪的景象 就是非常多的烏鴉 從天空上飛過 感覺上比起平常的數量 真的多了很多 那麼當然有的人就忍不住猜想 因為哦 是不是有很多的腐肉 吸引這些烏鴉 代表恐怕 因為肺炎而死亡的人 越來越多 無環狀 這是一輛小貨車 疑似謊神失控 先追撞前方停等紅燈的 四輛自小客車 總共造成八個人受傷 其中啊 有一部轎車被撞到 整個車頂都掀掉了 還好駕駛命大 受到情傷 所以也禁止台灣人入境 不過好像連自家人 都忍不住出來打臉 因為在國會聽證的時候呢 就有代表質疑 說那奇怪啊 這個新加坡 他們的已知病例確診的 比台灣還多 那為什麼不進新加坡呢 讓被問的官員 當場啞口無言 認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 而過去廣大新案的 這洪大姐就批評說 那菲律賓根本不把台灣 當一個國家 不當回事嘛 也呼籲政府 應該要拿出態度反制 但是也有一些民眾認為 在這個時候 政府一定要多多地 跟菲律賓進行溝通 確實讓台灣的觀光 也受到了牽連 包括剛剛看到 菲律賓突然禁止台灣旅客入境 現在就連韓國政府 他們也發出了這樣子的一個消息 說台灣有爆發 社區感染 要南韓民眾盡量避免來台 但這應該是錯誤的訊息 所以外交部呢 也還在積極地溝通 希望能夠把這個訊息做更正 菲律賓就被爆出公司要員工 是放無薪假 那麼你如果不配合的話 可能就會被資遣 那王曉飛他也主動回應 他說確實是要員工放無薪假 不過給的基本薪資是沒有少的 那如果不同意的員工會資遣 但是也會給一個月的工資 2月初拍下了武漢醫院 5分鐘台出5具遺體慘況的 這個武漢市民方兵 過去曾經被當地的公安逮捕 雖然說後來破雨 龐大的輿論壓力是被放了 不過最近又傳出 有大批的消防員跟便衣警察 前往他的家 把他強行帶走 現在還下路不明 所以中國地方 他們也開始流行一些通關蜜語 比如說進出你家的社區小區 都背出各式各樣複雜的口令 原因就是為了要防堵 不是自己小區的人偷渡進程 上的小朋友想要買好一點的口罩 看到賣家宣稱有在賣N95醫療級的口罩 就下訂買了50個 不過到貨之後呢 他一打開來看就覺得非常的怪 就薄薄的兩層 跟過去的N95口罩長得很不一樣 認為是被欺騙了 要求賣家給個交代 居然還被封鎖 但是你知道嗎 除了基本款的素色之外 其實有很多驚喜的 比如說有特殊花紋 還有豹紋 小朋友的呢 還印滿了很可愛的小熊貓 甚至成人版的 還有粉色的呢 有的人覺得挺喜歡的 非常的酷 不過有男生說拿到了有點不太好意思 感覺上帶出門好像會被笑 肺炎的疫情 大家都在猜測 有可能病毒是來自蝙蝠 但是其實除了中國之外 印尼有很多人很愛吃 再加上當地還沒有爆發肺炎的確診案例 所以在印尼當地 使用蝙蝠肉的盛況依舊 而且據說每天都是消瘦一空 有爆發病毒的疫情 這些國家大家都在積極的防疫 那麼現在日本也在追究 有關當局的防疫疏失 不過啊 這科技也可以算是防疫小監兵了 幫了不少忙 無人機可以做很多事情 在中國呢 可以幫忙進行消毒廣播 而且傳出 鑽石公主號上面有乘客 叫紅酒 也是靠著無人機 送到船上 搭飛機的話要特別注意 飛機上面可是有四個死角 都是防疫的缺口 比如說冷氣的出風口 周圍容易會有病毒存活 盡量不要對著口鼻吹 雖然說飛機上的空力系統 堪比是醫療等級 但問題是坐的人多嘛 所以像是你常會碰觸到的安全帶 餐桌 還有椅背後方的這個袋子 都是死角 沒關係 現在在高雄 罷免韓國瑜這個還在進行當中 那麼現在罷韓團體 他們說已經收到了連署書 總數已經多到了23萬的法定門檻 不過他們說希望收到30萬份 比較保險 所以還有各式各樣的活動 比如說罷韓許願池 甚至基進黨還到韓國瑜 住家附近的大樓 還有意外的收穫 說有100多份連署書呢 甚至啊你沒有空去送連署書 沒關係 有宅級便 派轉車到你家 另外一頭再來關注的是 國民黨主席選舉證件發表會 那麼現在大家對於年輕人的這個議題 當然是要主打 那麼張喜晨他就出來先開一炮 他說九二共識 真的對很多年輕人來說太老舊了 他聽不懂 他說那個時候呢 他也不過20歲 似乎讓當年40歲的郝龍斌 感覺上有一點點尷尬 不過也據傳說江啟成爭取到了 吳敦義跟連戰系統的支持 但是他也否認 他說他出來選 並不是為了誰拱誰誰卡誰 是自己的意願 解放軍他們在幹嘛呢 居然在這個時候拍影片 化身為男團跳手語舞 說是希望能夠鼓舞大家好好的防疫 但是有一些網友忍不住批評 說或許的出發點是好的 但他們認為現在這個時候 解放軍不是應該把重點 放在防疫工作上才對嗎 兩個月的時間 所以現在官方在過去兩個禮拜 才趕快緊急動員全國之力 那麼在原爆點湖北地區 矛起來設臨時醫院 據傳習近平甚至還發下言令 要求要把病人應收盡收客 不容緩 不希望有人在外面到處趴趴走 但是很多地方官員 似乎也只聽到一些皮毛 為了要達成目標只顧著蒐集病人 並沒有做好應對的措施 這一大群的病人 他們大家在同一個空間 感覺上好像是一團混亂 保平信號上面的1000多位旅客 檢疫過之後是陰性沒問題 全部都回家 不過要14天的居家隔離 但是有一名旅客 居然下船才不到一天 就想要去游泳池游泳 嚇得這個業者趕快封管